1930年5月1日,在西班牙萨拉哥萨举行的CNTAIT第四次代表大会中最重要的一次。 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革命的建设理念 首先,满足每个人的需求,除了经济的可能性之外,他们的满意度没有其他限制。 第二,根据社会需要,考虑到每个人的身体和道德条件,要求每个人做出最大的贡献。 革命事件后新社会的组织 革命的第一个措施 宣布废除以下内容、私有财产、国家、权威原则以及因此划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 被压迫者和压迫者 一旦财富社会化,自由生产者组织将直接负责生产和消费的管理。 一旦无政府主义公社在各地建立起来,我们就会启动新的社会机制。 每个部门或行业的生产者在他们的工会和工作场所开会,将自由决定组织的方式。 自由公社将夺取以前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东西,例如食物、衣服、原材料、工作工具等。 这些工作工具和原材料必须提供给生产者,以便他们可以直接管理他们以造福社区。 首先,公社将照顾到每个地方的所有居民以最大的舒适度,确保照顾病人和儿童教育。 所有人都将准备好履行自愿义务,当人们根据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自由的工作已向社区提供帮助时, 这种义务将成为真正的权利,而公社将履行满足他们需求的义务。 当然,从现在开始,有必要创造这样一种观念,即革命的初期不会一帆风顺, 每个人都必须尽最大努力,只消费生产的可能性。 每一个建设性的时期都需要牺牲和个人和集体的接受, 而不是给我们大家都将通过共同协议进行的社会重建工作制造困难。 生产者组织计划 经济组织计划,无论国民生产有什么表现, 都将适应最严格的社会经济原则, 由生产者通过各种生产机构直接管理, 在各种组织的大会上任命并由他们随时控制。 点。作为基础在工作场所、工会、公社、新社会的所有监管机构, 生产者和个人作为一个细胞, 作为所有社会、经济和道德创造的基石。 作为公社内和工作场所的关系机构, 车间和工厂委员会与其他工作中心达成一致。 作为工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机构生产者协会, 统计和生产委员会将继续相互联合, 在伊比利亚联盟的所有生产者之间形成一个持续而密切的关系网络。 实地,作为基地、公社的生产者, 他们将受益于政治和地理分界的所有自然资源。 作为一个关系机构, 作物委员会将包括作为农业生产者协会成员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负责指导集约化生产, 根据其化学成分指出最适合生产的土地。 这些栽培委员会将建立于车间、工厂、 生产和统计委员会相同的关系网络, 补充公社作为政治分界和地理分区所代表的自由联盟。 工业生产者协会和农业生产者协会都将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 只要它只在一个已经执行了它的国家社会转型, 如果他们在接受教育的统一工作过程中陷入困境, 他们认为这有利于经济的最富有成效的发展。 同样,那些通过促进所有无政府主义公社之间的逻辑和必要关系来促进其特征的服务, 将以相同的方式联合起来。 我们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社会将能够为每个公社提供其自治所需的所有农业和工业要素, 这符合生物原则,即人更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公社最不需要其他人。 点。 无政府主义者公社及其运作 个人、公社和联邦 政府在本质上将是绝对公共的 因此,本届政府的基础将是公社 这些公社将是自治的, 并将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 以实现一般性目标 自治权不排除遵守集体共处协议的义务, 这些协议不是简单的评估所共享的, 而是实质上被接受的。 因此,一个没有自愿、限制的消费者公社将承诺 遵守那些经过自由讨论并获得多数同意的一般性规则。 另一方面,那些难以工业化, 同意其他类型共存的公社, 例如裸体主义者和托役五娘等, 将有权独立于一般承诺进行自治管理。 由于这些裸体主义公社或任何其他类别的公社 将无法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 无论他们有多么有限, 他们参加伊比利亚自治无政府主义公社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将能够达成经济协议与其他农业和工业公社。 总之,我们建议, 创建公社作为一般和行政的社会协调实体。 公社将是自治的,并与其他公社联合。 公社将在区域和区域上联合起来, 在方便时将小城镇、村庄和地方联合为一个公社时, 可以随意设定其地理界限。 这些公社的集合将构成一个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自治公社联盟。 为了生产的分配功能, 为了更好的培育公社, 可以建立那些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补充机构。 例如,生产和分配联邦委员会, 直接代表全国生产联合会和公社年度代表大会。 社区的使命和内部运作。 公社必须照顾个人的利益。 他必须负责组织、安排和美化人口的所有工作。 其居民的住宿。 工会或生产者协会为您提供的物品和产品。 他还将处理卫生、社区统计和集体需求、 教学、卫生机构以及卫生设施的保护和改进。 当地媒体。 他将组织与其他公社的关系, 并注意促进所有艺术和文化活动。 为了适当地完成这一使命, 将任命一个社区委员会, 其中将增加种植、健康、文化、 分配和生产以及统计委员会的代表。 公社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将根据他们确定人口密度、 建议的差异的系统来确定, 同时考虑到在政治上分权大都市需要时间, 与他们一起组成公社联合会。 所有这些职位都不会具有任何行政或官僚性质。 除了那些执行技术或简单的统计功能的人外, 其他人也将履行他们作为生产者的使命, 在工作日结束时开会讨论不需要社区议会批准的详细问题。 议会将根据公社利益的需要, 应公社委员会成员的要求或每个居民的意愿举行多次。 产品的关系和交换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 我们的组织本质上是联邦主义者, 并确保团体和公社内的个人自由, 联邦内的公社的自由, 以及联邦内的公社的自由。 然后,我们从个人到社区, 确保他们的权利以维护无形的自由原则。 公社的居民将相互讨论他们的内部问题, 生产、消费、教育、 卫生以及道德和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 对于影响整个地区或省的问题, 联合会必须审议, 在他们举行的会议和议会中, 所有公社都将有代表, 其代表将提交先前在他们中批准的观点。 例如,如果他们必须修路, 连接一个地区的城镇或农业和工业地区之间的运输和产品交换问题, 那么所有公社自然会公开他们的标准, 因为他们也必须提供帮助。 在区域性质的问题上, 区域联合会将执行协议, 这些协议将代表该地区所有居民的主权意志。 按,他从个人开始, 然后传递到公社, 从那里到联邦, 最后到联邦。 同样, 我们将讨论所有国家问题, 因为我们的组织将相互补充。 国家组织将调节国际关系, 通过他们各自的组织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直接接触, 像我们这样的组织与国际工人协会有联系。 对于从公社到公社的产品交换, 公社委员会将与公社区域联合会和联邦生产和分配委员会建立关系, 要求他们提供所需的东西并提供剩余的东西。 通过在公社和由全国生产者联合会组成的生产和统计委员会之间建立的关系网络, 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和简化。 关于相同的公共方面,生产者的信函就足够了, 由车间和工厂委员会签发, 赋予他们获得满足其所有需求所必须的东西的权利。 生产者信函构成了变化迹象的开始, 这将受到以下两个监管要素的约束, 首先,它是不可转让的。 其次,采用一种程序, 在信函中以工作日为单位记录工作价值, 并且该价值对于购买产品的有效期最长为一年。 对于被动人口的元素, 社区委员会将向他们提供消费信函。 当然,我们不能设定绝对的标准。 必须尊重公社的自治, 如果他们认为方便, 可以建立另一个内部交流制度, 但这些新制度无论如何都不能损害其他公社的利益。 个人对集体的义务和分配正义的概念。 无政府主义与任何惩戒系统都不相容, 这一事实意味着当前惩戒司法系统的消失, 因此,惩罚工具监狱,监狱等将消失。 本文将社会决定论概念化为现阶段所谓犯罪的主要原因, 因此,一旦引发犯罪的原因消失,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就会不复存在。 因此,我们考虑, 首先,人类的本性并不坏, 犯罪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不公正状态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其次,通过满足他们的需求, 也为理性和人性化的教育留出空间, 这些原因必须消失。 出于这个原因, 我们理解, 当个人未能履行其道德秩序和作为生产者的职责时, 人民议会将本着和谐的态度为案件提供公正的解决方案。 因此, 无政府主义将在医学和教育学上确立其矫正行动, 这是现代科学承认这种权利的唯一预防措施。 当一个人, 一个病态现象的受害者, 试图反对人与人之间必须普遍存在的和谐时, 教学疗法会注意治愈他的失衡, 并激发他的社会责任感, 而这种不健康的遗产自然会剥夺他的社会责任感。 宗教问题 宗教是人类的一种纯粹主观的表现, 一旦他仍然被降级为个人良心的圣母, 就会被承认, 但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不得被视为一种公开炫耀或道德或智力胁迫的形式。 个人将可以自由地构想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仅可能多的道德观念, 所有仪式都将消失。 保卫革命 我们承认有必要捍卫通过革命取得的胜利, 大概他们的资本主义不会屈服于被剥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获得的利益。 因此, 只要社会革命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胜利, 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卫新政权, 要么抵御上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危险, 要么防止国内发生反革命。 常被军队对革命构成了最大的危险, 因为在它的影响下, 独裁政权将会形成, 以致对其进行致命打击。 在斗争的时刻, 当国家的力量全部或部分加入人民时, 这些有组织的力量将在街头提供帮助, 以击败资产阶级。 掌握了这一点, 你就完成了你的工作。 武装人民将是防止任何企图恢复被国内外努力摧毁的政权的最大保障。 有成千上万的工人穿过军营并了解现代军事技术。 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军备和防御要素, 因为在革命彻底巩固之前, 不会将它们摧毁以将它们变成工作工具。 我们建议需要保护飞机、坦克、装甲车、机枪和高射炮, 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真正危险在于空中。 如果这一刻到来, 朕将迅速动员起来迎击敌人, 生产者完成防御任务后立即返回工作地点。 在这次总动员中, 所有适合战斗并通过执行战斗所需的多项任务而准备战斗的男女都将被理解。 扩展到生产中心的联邦国防干部将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并训练他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斗争的最有价值的辅助人员。 为保卫革命, 我们必须在大范围内维持这些斗争。 因此我们声明, 首先, 解除资本主义意味着向公社提供武器, 公社负责保存, 并在国家层面负责有效的组织防御手段。 第二, 在国际范围内, 我们必须在各国无产阶级中进行激烈的宣传, 使他们在面对各自政府的任何入侵企图时, 提出强烈的抗议, 宣布团结的运动。 与此同时, 我们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自治公社联合会将 在道义和物质上帮助世界上所有被剥削者永远摆脱资本主义和国家的。